你的蓝灵王一套还秒不了人 来试一试这套出装 贪婪之士 暗影战斧 冰痕之物 再来个破军 最后再捕一剑 碎星锤 另外一方面我们选择 十个异变 十个隐翼 十个隐眼 这一套出装下来 我们蓝灵王的攻击力 就已经来到了946点 并且还拥有366点的物理穿透 光这两要数据 就能让我们的蓝灵王 一套技能秒掉所有的战士 更别说那些脆皮了 当然数据很漂亮 具体效果还要实战说的算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实战 前期我们红buff开鱼 看完局我往下路一瞧 对面的敌人节离我很近 我就过去了 我们首先二技能起手 一技能打到他的身上 敌人节的半管血就没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两三个葡萄攻击 成功的送他回家 可以看到前期光靠我们的明文 攻击力就已经很高了 来到中期 我们的装备已经接近半神 此时我在对面的野区潜伏着 一个二技能还打空了 这时候对面的法师正在追击我方的法师 并且发动了大招 我从他的后面一个二技能扎上去 随后一走 二技能的余威把他送回家 这边还有辅助 又被我一个阴技能化成了157钉币 攻击力越来越高了 红buff还在这里 自然我是想拿下他 但是打着打着 对面的人员就赶来了 选策过来 我们先用惩戒 收掉红buff 二技能空了 不要紧 我们一技能打到他的身上 再来一个大招 瞬间把他秒了 射手还在攻击我 我们迅速远离 隐身 过来一二技能 两下普通攻击 我的二技能被他躲掉 他又释放了闪现 后面法师来了 并且释放了大招 我跑的时候 二技能又扎中了射手 这一次成功把他拿下 175金币 真香啊 到了中路 又看见对面的人员 二技能扎了上去 一技能 我直接释放大招 人头被钟无厌给抢了 赢阵赶了过来 我追进塔里 一个一技能把他拿下 这么高的伤害 使我们可以轻松的跃塔 瞬间取下对面的人头 半隔血的悬策 二一技能直接教他做人 让他坐飞机回家 下路的射手 还给他浪呢 我们隐身过去 二技能直接扎中他 一技能大招跟上 二技能又被他进化掉 那我只能使出了 我的普通攻击 又成功的把他拿下 这边没有技能的 我正在硬钢射手 二技能打到他 一技能补血 大招刷了一下过去 再来一个普通攻击 此时的我只剩下撕血 而我还不舍得回家 这边先攻击一个小河蟹 五点血量 铝布一个大招就跳了过来 我从墙的这边绕了过去 瞄准铝布用一个二技能扎了过去 随后对铝布使出的大招 一技能 二技能再次扎中了他 对面的人员来了 我们逃 铝布的人头再次顺利拿下 我们把上路的血包吃了 再回去赶赴战场 二技能没有扎中他 我们大招直接跨墙 一技能 二技能 直接让对面的辅助做了飞机 后面的银剩赶到二技能扎中 一技能补血 一个暴击 我们二连击破 此时比赛越来越接近后期了 清理完对面的野区 对面中路的英雄 正在那里清净些 我们要迅速赶过艇 二技能扎中他们 回复释放大招 把选择先给秒了 随后还剩下辅助 两个普通攻击拿下 鱼布是一个硬查 我们首先二技能击中 随后挺进 一技能再次打他 成功送他回家 三连决胜 这攻击力连战士 我们都可以轻松的打出 高额的伤害 绝了 随后我们独自一个人 来到中央 遇见鲼布 一个二技能扎过去 一技能接大招 直接把他秒杀 后面的射手也一样 继续前进 碰见辅助 二技能继续往上扎 普通攻击 让他坐飞机 后面的营重 我们三两个普通攻击 也给他拿下 此时我们已经四连超伐 隐身之后 全侧靠近 我们再给他拿一套技能 他现在已经被打成 六十金币了 五连爵士 对面已经团灭 这局比赛 可以到此结束了 下面总结一下 这套名文和出装 这套名文和出装 前中后期 伤害都很高 跟不需要发育一样 大家可以值得一试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豆豆 我行 你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